截至今天晚上19时 消防救援人员共搜寻区域面积4.6万平方米 发现部分飞机长海和人体组织碎片 已移交调查工作组 受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影响 事故核心区域形成了部分积水深坑 对事故调查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我们调集了两台消防泵 14名消防救援人员 进入核心区坠基点西边两米处的积水点 展开排水作业 抽牌积水约80立方米